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,一场绚烂的烟花秀惊艳了世界。 开幕式上燃爆全场的烟火造型,历春、五环、雪花都出自河北安平的一个烟花团队。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奥运历史足迹的29个巨大烟火脚印, 到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高空特效烟火,河北安平烟花与奥运结缘已久。 近年来,安平烟花已远销美国、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, 为众多重大活动绽放来自中国的绚烂。 这次高空特效烟花相比以往来讲难度更大, 主要是难到五环上,五环的颜色它是五种颜色, 因为它原材料的不同所导致的开光的时间不同, 熄火的时间也不同,而咱们这回必须把它做到一致。 秉持检约的理念,本次冬奥会开幕式燃放的高空特效烟火, 弹药只有1800发,烟火药剂无毒、微烟, 大大减少了烟花燃放对环境的影响。 为此,烟花团队在安平县, 1比1还原北京冬奥会的燃放环境, 不断试验药物配比, 和高空特效发光体要求颜色, 以求达到最佳效果。 奥运五环的烟火造型, 每个环的直径达到80米, 要让五环在同一高度, 同一立面,同时绽放, 每一个烟花弹的点燃时间, 组合效果都要精密计算好, 至少需要50个人一整天的合作, 发射力度也要掌握好。 通过一次一次的释放,一次一次的调整, 最终换来了五环, 立春, 还有雪花, 完美的升空。 目前,李亮亮和他的队友, 正在为北京冬奥会闭幕式, 以及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 高空特效烟花造型做准备。